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乱发脾气,经常产生嗔恨心,那么不仅会赶走自己福气好运,也会招来祸病缠身。 美国神经生物学家坎达斯·珀特的研究显示,充满着不同情绪的想法与记忆,会让身体制造出不同的神经素胺酸。 而我们产生的负面情绪如果没有释放掉,不良的神经素胺酸累积在身体里,会导致身体紧绷、酸痛以及不畅的现象,长久时间下来会形成内伤、疾病与细胞病变。 其实我们身体日常出现的问题都是身体给我们的提醒,除了考虑日常生活习惯外,更重要的需要从内心上找问题。 我们为什么会有称恨心?是因为我们内在的需求会得到倾听和满足,导致某个时间向外的集中发泄,而修行的基本功就是要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,理解并化解我们内心的障碍,并及时对它保持正念与觉知。 这个世界上仇恨并不能解决仇恨,仇恨只能用慈爱来解决,放过别人亦是放过自己,把自己的心量打开,自己内心才会柔软平和,才会远离称恨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